沙迈阿拉斯已經過了近日點,略過地球,正以每秒幾十公里的速度逃離太陽系。 大多數人都鬆了一口氣。 新聞媒體已經轉去報導其他新聞,大家都以為,這場關於第三位星際訪客已經完結。 它只是一顆彩星,慢慢在星空中消失,無什麼可以再觀察。 但是,對於某些人來說,真正的恐懼現在才開始。 在過去2025年年尾,由聖誕節到今日,大量的數據異常浮上水面。 噴流出現詭異的搖擺,無線電訊號的誤報風波,以及無多久前, 美國中央情報局SIA對這顆所謂普通瑞星做出一個極之不尋常的回應。 支持夜幕怪星製作,記得訂閱、點讚、留言、分享。 時間推翻到12月28日。 哈佛大學的亞維,立布,Avilo,團隊發布了一份針對哈佛太空望遠鏡新影像的分析報告。 如果你還記得歐洲地球科學聯盟以致要那份指瑞星是地殼化石的論文, 你會知道SIA不像普通瑞星這樣噴發。 阿維,立布的發現令件事更加複雜。 他對比了12月12日和27日的影像,發現SIA的噴流並不是隨機的。 這些氣體噴射,呈現出一種極度規律的搖擺,滑鈴,或者叫進洞,precession。 數據顯示,這個物體正以大約15.5小時周期自轉。 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普通的瑞星,即是所謂的鋼裝雪球,當它們受熱昇華的時候,噴流通常是混亂的,會導致瑞星核心亂翻滾,tumbling。 但SIA不是,它轉得非常穩定,好像一個陀螺。 這意味著瑞星是一個光體,rigid body,結構極之堅硬,重心分佈極之完美。 在物理學和天文學中,光體指一個物體在受力,例如太陽引力,旋轉離心力,噴流產生的反作用力時,其形狀完全不會發生變形。 甚至,這種噴流的方向,令人懷疑瑞星有沒有起到穩定姿態的作用。 一個自然形成的兵塊,不應該飛得那麼穩定。 12月29日,氣氛突然變得很緊張。突破聆聽計劃,Breakthrough Listen,利用六題望遠鏡,The Green Bank Telescope,用一至十二千兆黑頻率對準Sami Atlas進行掃描。 在幾個小時內,網上流傳出一條消息,偵測到Sami Atlas有雜頻訊號。 對於天文學家來說,雜頻訊號,Narrowband Signal,技術是文明的特徵。 自然界的無線電波通常是寬頻的。這一刻,很多科學家的手心都出汗。 難道Sami Atlas不是石頭,真是一個探測器? 但是第二天,分析結果出爐。布羅因巧克斯,Brian Cole,教授和其他團隊證實,那個所謂的奇異訊號,其實是RFI,射頻干擾。 這個集頻訊號是來自地球本身的訊號,可能是一火低軌度衛星,或者是地面的雷達,反射了訊號反來地面。這個集頻訊號只是一場烏龍。 但這件事揭露了一個事實,科學界好震驚。整個科學界都處於一種一觸即發的神經質狀態。 每一個人都在等著某種訊號,這種集體的焦慮,本身就是一種異常。 雖然無訊號,但影像不會說謊。 就在聖誕節期間,夏威爾的卯星團望遠鏡,Subaru Telescope,發布了Sama Atlas在近地點前夕的高清相片。 這張相片好乾淨。 但太乾淨。 如果它是一火活躍的水星,在近太陽的距離,應該會被一團巨大的水氣雲包圍。 但影像顯示,它的碎尾很淡,光譜分析再次確認,無水兵。 直接印證之前提過的歐洲地球科學聯盟以至要論文觀點,地殼化石。 某星團望遠鏡的影像告訴我們,飛過我地頭頂的,是一塊乾燥、堅硬、富含金屬的岩石板。 碎星反射陽光的方式,顯示它表面可能經過高度拋光,或者由某種反照率極高的礦物組成。 Sama Atlas不是我們熟悉的任何太陽系天體。 它是一塊來自外星地獄的碎片。 來到今時今日。 最令人不安的消息,並不是來自望遠鏡,而是來自地球上最神秘的機構,美國中央情報局CIA。 著名的資訊自由法案,FOIA,研究者小約翰,格林育德,John Green Eugera, 早前向CIA提交申請,要求公開所有關於Sama Atlas的內部文件。 按道理,如果只是一顆普通的太空石頭,CIA應該會回覆,我們無相關紀錄,去問NASABA。 但是,CIA今早給出一個震驚網絡的回覆。 他們發出所謂的格洛馬回應,Glomar response。 這個是法律述語,原文是,我們無法確認或否認相關紀錄的存在, 我們無法確認或否認相關紀錄的存在。 停一停,想清楚這個意味著什麼? CIA不是天文台,他們負責的是國家安全。 他們為什麼要對一火普通瑞星的檔案保持這種戰略性的模糊? 如果他真的無威脅,為什麼不直接否認? 既不承認也不否認,通常只會用在核武器位置,間諜名單, 或者,某些被視為威脅國防安全的未知技術上面。 短短幾個字,比任何無線電訊號都更加大聲。 CIA陰視了,Sama Atlas不單只是科學家在研究中, 情報部門可能一早就已經盯著它。 這一刻,我們面前有三塊拼圖,但他們拼不起來。 第一塊,NASA 和主流天文學界, 堅持它是一夥附含二氧化碳的原子垂星, 來自另一個行星系的邊緣。 他們說無事好擔心。 第二塊,阿維,勒布,Avilo, 和歐洲地球科學聯盟意志要論文的研究者, 指出它的物理行為違反常理, 太硬、太穩、軌道太奇怪, 可能是行星地學,甚至是人造物體。 第三塊,美國中央情報局 , 他們的態度暗示了, 這個不單只是科學問題, 還可能涉及情報問題。 自從2025年12月以來, 這種資訊的割裂感越來越強。 科學界見到的是異常, 情報界見到的是機密。 沙馬日律身上可能攜帶著某種數據, 某種特徵, 是地面望遠鏡看不到, 但軍方的深空雷達可能捕捉到的。 而那些沙馬日律數據, 可能被鎖在CIA中央情報局總部, 美國維吉尼亞州蘭利, 的檔案室裡面。 我們見到的, 可能只是真相的冰山一角。 而海面下的部分, 政府選擇了沉默。 不理真相是什麼, 沙馬日律不會等人。 他現在已經越過火星軌道, 繼續加速,向木星飛去。 距離左, 展示了他的堅硬, 他的搖擺, 他的死跡。 他引起了科學家的爭論, 觸發了CIA的保密機制。 然後, 他就這樣離開。 這個是2026年初最寒冷的事實。 如果他是一艘飛船, 他對人類毫無興趣。 如果他是一塊化石, 他證明了死亡是宇宙的常態。 這份檔案到此為止。 CIA不會承認他存在, 而沙馬日律亦不會再反彌辯解。 我們剩下的, 只有一堆互相矛盾的數據, 和一種揮之不去的感覺, 我地頭頂上的星空, 比我們想像中更加劇勇, 亦更加深不可測。 如果喜歡今集, 點讚, 留言, 分享, 訂閱我們, 下次再探索傳說故事。